对于和滑杆这个空间的交互其实非常简单 对Jarscript有经验的同学都会知道 那么这种空间呢 我们只要找到相应的事件方法就好了 那么对于这种有值的这个空间 可能很多同学首先会想到的呢 是它的onchange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给slider的这个onchange的方法 相应的设成一个函数function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呢 逻辑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要改变一下当前的这个scale 把当前的这个scale修改成slider现在的value值 那么之后再使用这个新的value值 要用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 Jaw image by scale这个函数 来绘制当前新的scale值所对应的一个图像 猛的一思考 这样做就结束了 我们先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初值设成的是0.5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要想放大的话 大家看到首先我在滑动滑管的时候 没有反应 当松开鼠标的时候 才调用了onchange这个函数 那么这是onchange这个函数的一个缺点 我们之后再讨论如何修改 我们先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放大这个图像的过程中 似乎没有别的问题 但是我们尝试一下 回来缩小这个图像 刚开始也没有问题 可是当我们缩小到比1还小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我们期望converse这个画部 其他的地方是空的 只显示这个缩小的图像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呢 似乎并没有清空原来画部上的内容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编码来解决一下这两个问题 我们先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非常简单 实际上我们在 Draw image by scale这个函数的调用过程中 在具体的绘制这个新的图像之前 应该将converse画部进行一次清空的操作 那么清空的方式呢 非常简单 使用clear react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传入四个参数 就对应的是一个矩形的大小 表示我们要清空的区域 那么此时呢 我们要清空整个converse 所以呢 就这样来写就可以了 此时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 显然unchange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这里 如果大家想在鼠标滑动的同时 也进行改变的话 那么其实应该覆盖的是 onmousemoo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在鼠标移动的过程中 不停的调用function这个函数 当然这里要注意 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调用方法 显然开销是比使用unchange是要高的 这是因为在鼠标 每时每刻的滑动过程中 都不停的运行这个函数 所以呢 一定要保证这个函数的效率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序中呢 这样写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此时 我再把这个初值呢 改成1.0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初始的时候 是整个图像完全覆盖在converse中 我们可以在鼠标滑动的过程中 不断的放大这个图像 同时我们也可以反方向的缩小这个图像 由于我们在缩小的过程中 清空了converse画布 所以不会出现刚才的那种情况 空白的地方呢 仍然是黑色的背景 那么到这里 我们的这个demo呢 就实现完成了 当然聪明的同学一定会想 这个demo呢 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 比如说 当我们放大了一部分图像的时候 是不是能用鼠标拖拽这个图像 进而移动这个图像呢 其实当然可以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不妨自己试一试这个功能 当然这样的一个需求 对我们鼠标和这个converse的交互 还有一定的要求 也可能有一些技术难点 我们在后续的一个范例中 会更加深入的讲解 鼠标和converse的一个交互 届时 大家不妨再回头来看这个demo 看看能不能将这个demo做得更好 甚至将它做成一个非常完善的图片查看器 那么这一小节的介绍就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的酷 其实converse的图像处理 更酷的还在后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大家加油 感谢观看